今日美国银行业巨头摩根大通盘前公布了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优良的业绩带动了整个银行板块的上涨 同样推出标普道指再度刷新新高 JPM第二季度每股收益1.55美元 高于预期值1.43美元 营收同比上涨2.5%到244亿美元 同样高于预期值238.4亿美元 由于受到汇率的影响 固定收益业务同比大涨35% 股票方面的业务同比上涨2% 但是投行业务有所下滑 同比下跌15%到15亿美元 公司CEO Jamie Dimon表示 此季度业绩强劲 主要得利于客户存款量创下记录上涨10% 信用卡销售量上涨8% 售单处理上涨13% 包括房地产商业地产等 在内的国际核心贷款业务上涨16% 能源批发业务以及销量信贷质量变现 均全面强劲 而本周 Jamie Dimon也曾表示 将为美国公司的1.8万名员工 加薪至少20% 意在解决工资停滞 和收入不等的问题 受良好业绩的影响 JPM今日上涨1.52% 报64.12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